嘿 你好 欢迎回到Axton OpenAir真是不走寻常路 在万圣节发布了ChatGPT Search ChatGPT的搜索功能 不知道有没有吓到Populacity和谷歌 今天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ChatGPT的Search 然后再把它跟Populacity进行一下对比 看一下在AI搜索领域老将和新兵到底谁更厉害 ChatGPT Search顾名思义 就是能够在ChatGPT里面进行搜索 在它的Web界面上面多了一个地球仪的小图标 它可以根据你的提问来选择是不是去搜索网络 当然你也可以点击这个图标 打开搜索功能 这样它在每次回答问题的时候都会去搜索 好 通过一个简单的测试 汇总最近一周以来的AI新闻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搜索 首先它的信息是最新的 比如OpenAir为ChatGPT引入在线搜索功能 这就是昨天才刚刚发生的事情 另外在每一个结果之后 它给出了引用来源 然后在所有的答案的最后 同样有一个来源 我们只要点击它 就可以在侧边栏当中显示出它所有搜索的来源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来源来验证它的搜索结果 ChatGPT Search它这次的推送倒是很干脆 除了直接推送给Plus用户 Team用户 还有SearchGPT的等待列表的用户之外 它更是全端上线 网页端 桌面端 手机APP 一起上线了这个功能 接下来的几个月就会推送给免费用户了 这还不算 它还直接上线了Chrome浏览器的插件 插件的网址就在谷歌商店里面 到时候我会把这个插件的网址 放在视频的描述栏当中 ChatGPT Search这个插件的功能 就是把你的浏览器的缺省的搜索引擎改成ChatGPT Search 不知道谷歌还能不能忍呢 ChatGPT Search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我们可以在它的文档当中看到 它跟新闻和数据提供商进行了合作 添加了最新的信息和新的视觉设计 包括了天气股票体育新闻和地图这些类别 也就是说搜索这些类别的内容 它的内容是有一定的保证的 下面就是一些内容提供商和新闻机构的一些评价 它所使用的模型是一个经过微调的GPT搜的模型 然后使用核生数据进行了训练 当然它搜索的不光是它的内容提供商提供的内容 它同样会搜索到第三方的搜索引擎给提供的内容 ChatGPT的客户端跟它的网页端差不多 同样这边也是有一个小地球仪的按钮 它唯一的区别就是它的信息源的显示方式不一样 比如这边我搜索一个比较好的学习AI自动化工作流的课程 把我的AI经营学院排到了第一位 这边它的信息源就是集中显示在一个弹出的窗口当中 而不是像在网页端是在右边的边栏 所以我觉得还是网页端的那种方式用起来更方便一些 好接下来我们就把ChatGPT Search跟Populacity进行一下对比 好左边是ChatGPT右边是Populacity 我们知道Apple刚刚发布了Mac mini 然后Mac mini它还有几个版本 M4 CPU有256G 512G的版本 然后还有一个M4 Pro CPU的 那我们就问一下ChatGPT和Populacity 首先256G和512G我们应该选哪一款呢 好 Apple最近发布了Mac mini M4版本 我是应该买256G的版本的还是512G的 同样的问题我们也去问Populacity 好ChatGPT的回答 建议考虑以下因素 你的存储需求 性能的差异 很好 256G版本和512G版本的性能是有差异的 预算考虑这个就不用说了 外接存储 然后它的来源是来源于哪里呢 知乎Mac rumors等等 好十多个来源 主要的来源是应该是参考的知乎 那我们再来看Populacity这边 首先它给出了存储配置的对比 给出了价格 它因为知道我是内容创作者 它直接就建议我选择了512G的版本 成本考量 从256G升级到512G 需要额外支付250加币 然后后期购买外部存储设备 可能最终花费更多 且传输速度较慢 它为什么知道我是内容创作者呢 因为Populacity 它是支持Profile的设置的 ChatGPT这边 它实际上也有我的Profile的设置的 就是Customer Instruction 但是它在回答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并没有参考我的Profile 那么哪个回答更好呢 我们再问它下一个问题 如果我希望选择24G的版本 要不要加钱上M4 Pro CPU 根据Apple的产品配置 Mac mini M4标准版内存 最高可选配到16GB 如果你需要24G内存 则需要选配M4 Pro芯片的版本 M4 Pro不仅提供更高的内存容量 还具备更强的CPU和GPU的性能 然后它的原 它的这个回答是有问题的 我们先来看Populacity的回答吧 同样它参考了我的Profile的设置 两个价格的对比差距是600加币 然后性能优势 建议 考虑到我的使用场景 我建议不需要升级到M4 Pro版本 原因如下 标准版M4配合24GB内存 已经满足大多数内容创作需求了 600加币的价格差异相对较大 标准版M4已经比上代有显著的性能提升 我的主要工作 课程制作视频剪辑对GPU要求不是特别高 看来我没有告诉他我还要测试AI 好 那这个回答其实差距已经很明显了 它GPU设置它居然不知道M4标准版 也配备了24GB的内存 我们看一下 M4的这个版本 它实际上就配备了有24GB的内存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昨天我问他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挺有代表性的 我觉得值得一说 问题就是我们如何使用Notion来自动的创建一个Daily Note 就是日记 比如在我的Notion里面我有一个日记 那么我怎么样去每天自动创建一个日记呢 现在很多BGAPP都内置了它的Daily Note日记的功能 但是Notion目前来说还没有办法去很完美的实现Daily Note 好 这边让ChartGPT和Publicity都把这个问题的回答翻译成了中文 我们可以快速的读一遍 要在Notion中自动创建每日笔记 可以利用Notion内置的重复数据库模板功能 以下是具体步骤 第一创建一个每日笔记的数据库 这就是我每日笔记的数据库 已经有了 好 设置模板 在这个数据库当中呢 点击新建按钮的下拉箭头 选择新建模板 然后按照我的笔记的结构设计这个模板 比如任务啊 反思或者日程 同样我的模板也是有的 这就是我的模板 创建模板后 点击模板名称旁边的三个点 然后选择重复选项 然后选择每日 让Notion每天自动从这个模板 生成一个新条目 创建模板之后 这个模板旁边就有三个点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选择repeat 也就是重复 每天重复 好 这样设置之后呢 Notion每天会根据指定的模板 自动在数据库中 创建一条新的每日笔记 这功能特别适合保持日常记录习惯或用于每日规划 然后还给出了一个链接 也就是这边一个YouTube视频 好 看起来是不是很不错呢 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publicity的回答 同样是创建一个数据库 然后把它命名成每日日记 并且要定义属性 那这边的重点就是 添加一个已完成的复选框的属性 待会你就看到这一点为什么很重要了 同样创建模板 过程都是类似的 但是这边特地也提到了 使用at today作为模板标题 这就是我的模板的做法 使用at today作为标题的话 你的标题就是自动的会插入当日的日期 然后你之前的日记 它的日期就会自动的变 所以这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然后使用生成日记模板的内容 添加内容 然后设置模板的重复 最后仕途的组织 创建两个仕途 以便更好的组织 那这边就提到了 它添加了一个已完成的复选框的属性 这个属性有什么关键的作用呢 如果没有这个属性 我们就会看到一些更多的日记出现 但是这些日记 它很有可能是空的 就是说我没有做过记录 NOSEN的模板 每天它自动的给你创建了一个日记 即便你今天没有写日记 这个页面已经存在了 你将会在你的日历上 看到满满的全是日记 而你无法去判断 到底哪个你写过 哪个没写过 这就是它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仅仅从这个问题上来说 Populacity实际上提出了更好的解决方案 更完善的解决方案 那么仅仅从这个问题的回答来看 我认为Populacity的回答要好很多 当然我们还有更自动化的手段 来达到同样的效果 但是使用一个标记 是来到最简单的一种方式 这个模板呢 也是我正在制作当中的一个效率模板 如果你对Notion的模板感兴趣呢 也可以输入Axtran Ai进入到Ai经营学院 然后加入我的模板的等待列表 到发布的时候呢 就会直接送你38块钱的优惠券 好 这就是新鲜出炉的 XGP Search和Populacity 一个简单对比 这个对比很简单 它并不能很准确的反映 到底谁强谁弱 Populacity也有它的一个比较大的缺点 那如果要真实的对比 二者的能力呢 还需要更多深入的对比测试 但是不管怎么说 XGP Search的发布呢 对Populacity和谷歌 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冲击 谷歌也就立刻在它的ASD6里面 发布了Ground Search 包括在它的API里面 毕竟XGP Search刚刚发布 今后有更多的使用心得呢 再跟大家进行分享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Axtran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呢 请帮我点赞评论 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咱们下期再见